我们见和同结 就是依无量寿经和几本 夏年居老居士这个本子 依黄念族老居士的基督 依这个建立 我们共同的观念 经和同修 我们就守着五个节 三福六福三学六度十元 每个人齐心动念 严于造主不能违背 身同住 口无证 义同月 利同郡 来佛寺这个小道场 虽然只有四五个人居住 他们确实是六货道场 被人家父 每个人 忍辱波罗密都修到家了 那六波罗密里头 布施 持戒 忍辱 禅定 他们禅定 是定在佛号上 那 夜心 支持 明好 就是他们所修的禅定 定久了 清净 心 禅定 禅定 可以得到 像无量寿经 经题上所说的 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心 是阿罗汉的禅定 平等心 是菩萨的禅定 这就开悟了 就是 大车大悟 明心 见心 那就成佛了 所以 清净 是阿罗汉 平等 是菩萨 就是佛 你看 修行 行闻 都在 金体上 这金讲什么 这法门讲什么 一看这个 都明了 国的 在上半句 大臣 是智慧 无量寿 是淡然 向好 是庄严 那 怎么成的 清净 平等觉 修成的 那个 古报就是 大臣 无量寿 状印 你看 神一心 因古 因 清净 平等觉 古 大臣 无量寿 状印 对于这个 神一心 不疑 一心 成就 六度 不失 持节 忍辱 精英 禅定 薄弱 薄弱是智慧 通通 居住 这个小庙 大概 做早晚 苦 不像一般寺庙 武堂 功后 有归 有举 他们 简单 老和尚 每天 三点钟 起床 有时候 一点钟 起床 烧香 拜佛 念佛 念累了 就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再拜 再念 那么 三天 生活 生活 是修行 工作 也是 修行 待人 介物 都是 修行 修什么 修 一心 不乱 心里面 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 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就叫 修行 眼界似 二文神 没有 是 非 善物 平等 都不放在心上 真修 真修 凡夫 言尽二文 他放在心上 他分别 支出 这叫什么 这叫造义 三文神 如果是 善念 善意 恶念 就是恶意 善念 感 三千道 恶念 感 三恶道 这就制造 六道 轮回 所以 见色 闻神 秀香 肠胃 身体 接触 意里面的 妄想 分别 支出 这叫六成 成 是 任务 六种 任务 任务 你的清净心 任务 你的平等心 障碍 你的 救 让你 迷而不救 这个东西 多麻烦